哈囉大家好我是蒟若 這次要講的主題是 財富背後的真相 如果你現在隨便問一個人 到底每個月要賺多少錢才會快樂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會告訴你 不管賺多少錢都不夠 但事實上會有這種想法的人 應該都不曾真正有錢過 所以才會有這種認知上的錯誤 因為財富跟快樂之間是有一套公式的 對你來說多少錢的東西算便宜 多少錢的東西算貴 其實也是有基準可以去做比較的 那有興趣的觀眾朋友可以先按個暫停鍵 然後把你的紙跟筆掏出來 我會等你們五秒鐘 五四三二一時間到 簡單來說 你只要把你每個月的基本開銷 也就是你的住宿費 交通費 吃飯錢 水電瓦斯費 通訊費 醫藥費 最後再加上娛樂費 這個數字會因為每個國家 每個地區而改變 每戶人家的人口基數也不相同 所以這個沒有固定的數字 你要自己去算 那我們這邊就先以生活在台北市的單身狗 來舉個例 房租部分 普通的套房就算一萬塊錢台幣 至於交通費方面 在台北基本上不太需要買車 坐捷運就很方便了 所以每個月大約是三千塊左右 那吃飯前我們抓每一餐都是一百塊 一天三餐一個月就要九千塊 水電瓦斯費大約是一千五左右 至於手機費和網路費 一個月也大概抓個兩千塊 那看病呢 保險這些我們就抓個兩千五好了 最後再加上大約三千塊錢的娛樂費 因為呢 你總會跟朋友有一些交信應酬之類的 那全部加一加 每個月的基本開銷大概就是兩萬八千塊 當然這個還是要看個人的消費習慣 因為有些人很省有些人花錢很衝動 我只是舉一個比較合理的金額給各位看 那如果你現在的薪水是高於你的基本開銷的話 那麼恭喜你至少你已經跨過了快樂的基本門檻 有了這個概念之後我們就可以進行下一步 現在請你把你的薪水拆成一百等份也就是百分之一 那麼這個數字就是你心中所認定的便宜 也就是說當你看到這種價格的商品時 你可以不需要經過大腦思考就購買 那根據統計一般人每個月都會習慣性花上薪水的百分之十 去購買所謂的非必需品來犒賞自己這一個月的辛勞 那假設你每個月賺三萬塊台幣好了 那麼對你來說花三千塊叫個外送茶 就是你每個月可以負擔的價格 而所謂的貴的定義就是指這個物品的價值 超過你薪水的三分之一以上 如果說你一個月只賺三萬塊 那麼對你來說任何超過一萬塊錢的東西都是奢侈品 當然你還是有可能會去買 可能是因為有急迫性 或是你已經存了一段時間了 也有可能是因為面子 但在你購買之前你一定會去思考你究竟有沒有必要去花這筆錢 這就是為什麼有錢人的家裡總是有很多我們一般人所沒有的東西 因為一般老百姓口中的奢侈品 可能只需要有錢人薪水的那百分之一甚至更低都有可能 所以他們可以把錢浪費在這些東西上面 看到這邊你可能會覺得 照我的邏輯來看不就是錢賺的越多越快樂嗎 沒錯或許一開始是這樣 因為金錢之所以讓人開心的理由 不是只有穩定的金流讓你不用再去承受看到賬單會害怕的日子 更重要的是你有能力可以購買一般人所買不起的奢侈品 所以你會感到驕傲 因為買這些東西會讓人羨慕 當你身上沒有錢去逛百貨公司時 你可能只是去那邊吹冷氣 或者只是為了害怕跟流星脫軌 所以想去看看哪些名牌出了什麼新東西 而對於一些真正高檔的精品專櫃 你可能連走進去的勇氣都沒有 但是當你身上有錢去逛百貨公司時 你的心態會完全不一樣 因為你是在尋找你的家裡你的車上 或是你的身上有缺什麼東西 你希望能在這裡找到你要的 然後把它給買下來 所謂的快樂其實是這麼來的 所以為什麼我會說 一開始有錢的時候你才會快樂 因為你以前可能沒房沒車 現在你有能力買了 以前你家裡的電器都用了七八年 但是因為還沒壞掉所以你捨不得換 而現在你可以買最好的家電了 但是當你有一天發現你什麼都不缺的時候 你的快樂指數就會瞬間掉到你沒錢的那個時候 因為在你的日常生活中已經沒有東西可以買了 總不可能你昨天才買一台超高級的按摩椅 結果今天就把它給破壞然後再去買一台新的吧 所以你會發現那些有錢人會開始買一些更奢侈的東西 比如說原木的雕像 豪華遊艇 私人飛機 要價30萬元的梳子 做總統套房 捐一大筆錢給慈善團體 或是吃一頓上萬美元的大餐之類的 等到這些都無法滿足他們的購物欲望時 他們就會開始把目標放在一些就算你有錢也不一定買得到的東西 比如說世界上僅有的一幅名畫 全球限量30台的車子 全世界唯一的一張郵票或是漢潮的某個古董 還有一些人會把家裡改造成動物園 購買一堆稀奇古怪的野生動物 當你有錢到一個程度時 你甚至會把目標轉移到權力上 比如說選總統 到了這個時候 那些有錢人的心態 其實已經不是像之前一樣在炫耀 而是因為他們真的完全不知道要把錢花在哪裡了 到最後就會變成他們只是看起來很快樂而已 所以究竟要賺多少錢才會快樂 這個其實很簡單 就是把你目前的基本開銷乘上5倍 那如果以剛剛一個人在台北生活的例子來說 就是28500乘以5也就是14萬台幣 這就是賺錢賺得最快樂的數字 因為在這種薪水之下 你的生活品質會比一般人要好很多 但又因為很多東西你還是買不起 所以又不至於讓你失去生活目標 你還是得乖乖工作 去存錢買房或是買其他東西 等到你家裡什麼都有的那一天 你早期所買的東西也差不多會有更新款的產品出現 換句話來說 你就可以一直享受著購物所帶給你的樂趣 同時戶頭裡的數字也會讓你有一種安全感 那以上這張圖就是薪水高低跟快樂指數的對照圖 1分代表非常不快樂 10分是超級無敵快樂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這個公式很簡單 只要把你的薪水除以你的基本開銷 所得到的數字如果是小於1的話那就是1分 如果剛好等於1就是2分 1.5就是3分2就是4分 以此類推 那如果計算出來的數字等於5的話 就是10分也就是最快樂的程度 一旦超過5那麼快樂指數就會慢慢的開始下降 這就是財富背後的真相 雖然可能有很多觀眾的快樂指數都是落在普通上下 但是我也要告訴各位一件事 真正的快樂不是由那張圖表來決定的 因為一旦你明白何謂知足 那麼你的生活自然就會富足 一克2000塊的牛排你吃得飽 一碗50塊錢的滷肉飯你也吃得飽 為什麼一定要花那麼多錢才會讓你感到快樂呢 一台70萬的Toyota可以讓你上下班 可以讓你帶全家大小出去玩 為什麼一定要買到破千萬的超跑才會讓你開心呢 所以你的薪水多少快不快樂 其實都是由你自己來決定的 不過我也相信可能有很多觀眾看完會說 你這頻道主就在講幹話啊 老子就是沒吃過一頓十幾萬的大餐 喝杯就是想吃吃看 好吧既然你們那麼堅持 我在這邊就要教大家如何用少少的錢 就能有當皇帝的感覺 聽好囉 首先請把你的護照還有行李準備好 身上帶著500塊美金 接著買一張機票飛到越南 然後去銀行把錢兌換成越南盾 你的500塊美金就會瞬間變成1160萬塊左右 然後你馬上就可以體會什麼叫做 喝一杯要價四萬多塊的咖啡 吃一碗要二十幾萬塊的牛肉和粉 住一個晚上要一百八十幾萬塊的旅館 還有在夜店一個晚上花四百六十幾萬塊的感覺了 不用客氣 You're welcome 最後也希望所有的觀眾朋友 每個都能賺到自己理想中的薪水 祝福大家 這段可能就上到這邊了 我是橘歐 謝謝收看 想了解更多沒有用的情報嗎 歡迎各位可以訂閱我的頻道喔 橘歐碎唸 我們下次